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说 北京和东盟就推迟的南海行为准则 达成下一步的协议 和台湾问题一样 美国近几年一直试图在中国的南海制造事端 除了亲自出马 经常派出军舰和飞机在南海举行军事演习 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行动之外 美国策略的重点在于鼓励 与中国又领海主持权纠纷的国家出面 对抗中国 目前只有菲律宾 越南 印尼和马来西亚 与中国有主持权增益 但是印尼和马来西亚在总体上 并不愿意和中国对抗 只有越南和菲律宾比较积极 但是这两个国家的行为模式还有些不同 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 越南并不会在政治上完全倒向美国 因此在南海问题上欺向于单干 近两年开始自行在其非法占领的中国岛礁上面 吹沙造岛 企图建立永久的军事基地 而菲律宾则是完全倒向美国 除了将其国内的九个军事基地开放给美军使用之外 还在美国的支持下日益频繁的派遣海警船 进入我专守经济区内宣示主权 与我方渔民对抗 当然了 菲律宾很清楚他们的海警和海军舰队 与中国海警和中国海军的实际差距 他们很清楚一旦与中方发生冲突 他们必然会吃大亏 因此他们尽量避免与中方发生直接的冲突 值得警惕的是 菲律宾最近开始执行美国为他们制定的 所谓的透明战略 也就是在与中方对峙的时候 要留下大量的视频和照片证据 每一次对峙都要通过菲律宾和西方的媒体 大肆宣扬这样做到目的 一方面在于制造反华的舆论 为美国等预外势力的介入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又在打击主张与中国友好的政治势力 比如说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所谓透明战略 就是我豆特尔特的淡化策略对着干的 所谓的透明战略 就是美国公开宣扬的阳谋 如何与之对抗 我认为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坚定的 维护我国的领海主权 绝不能示弱 当然在斗争的时候 我们要掌握好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另一方面 就是要从国际法理上着手 彻底的斩断美国的黑手 这方面的工作 就是与南海周边国家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实际上中国在2002年的11月 就和东盟签署了南海国防行为宣言 呼吁国防通过对话和协商 来和平克制的处理南海的主权震荡问题 而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就是这个宣言的后续行动 中国与东盟在2018年起草了第一份谈判的文本 并且在2019年完成第一次审查 但是从那以后几乎没有什么进展 部分原因在于新冠疫情的走碍 中国外交部在今年的5月17号表示 中国和东盟的谈判过方 在2021年6月以来的首次正式会议上达成协议之后 南海行为准则将于今年完成二读 中国和东盟的高级官员在越南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 达成了加快磋商 在年内完成文本二读的共识 此外在5月16号 菲律宾外交部表示 菲律宾和越南已经在另一次会议上同意 将制定实质性的行为准则作为优先事项 菲律宾和越南除了各自与中国在南海有主权纠纷以外 这两个之间在南海也有主权纠纷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正在努力推动南海行为准则 纳入反对意外国家参与南海事务的条款 在王毅担任中国外长期间 曾经表示中国和东盟应该继续将南海问题的主动权和自主权 掌握在第七国家手中 这个话当然是冲着美国说的 美国除了亲自介入南海问题以外 还将日本澳大利亚某些北约成员国甚至是印度也都拉到南海 这是我们国家绝对反对的 不论如何 我们在南海吹沙造岛之后 已经完全掌握了南海问题的战略主动权 不论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家怎么联合互动 都改变不了这个现实